你好 欢迎收看11月4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台东县议会县政总执行进入了第二天 而议员郑岗山关心县府日前进行 北南乡太平荣家的拆除工作 但后续衍申的管理以及招商问题 却必须要等到明年才能重启招商 要求县府一定要谨慎处理 台东县议会进行县政总执行第二天 议员郑岗山针对日前县府进行 北南乡太平荣家的拆除工作 以及后续的规划与招商问题来进行关心 拆除拆除 拆了之后就要移除 原本那八十几栋的建筑物 如果在那里好好的 也不过是可能是只有我们请那个 警卫警卫我们一年其实都编了 一百多万灾 对 一百多万灾在那边就做管理 然后再去看顾 那有些时候如果这个地方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作为一个活动的场意 是不是因为有树有这个校图本来好好的 结果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拆了之后是把零乱的东西摆在那里 那让北南乡原本那么多的建筑物 好好在那里也可以使用 只是还找不到暂时很好使用的方法之后 结果我们拆了不除 对 拆除拆除应该是连在一起的 怎么会拆了之后不除 那你要说要到明年的一月份才要再去招商 对不对 那在招商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不会那么顺利 毕竟整个权力金在那时候在规划 好像只有单单权力金就要五六亿 是不是 原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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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不到有这么有实力的厂商 可是议员我那时候是听说的确是有潜在厂商要进来的 他们才会这样定的 起码 我说有没有机会 那既然拆了之后 那时候 对不起 你到一月份才会去招商 明年大概也没有 大概过晚年 所以要大概三月 对啊 那这一段时间 或者更长的时间 这些脏乱该怎么处理 好 议员您担心这个拆完以后 那些废弃土方的一个 的杂乱 那我们再来 建设处这边再来做相关的处理 好不好 郑岗山表示 希望县府能够更积极做好规划与招商 早日让太平荣家的旧址 重新展现地方活力 记得潘俊伟太东市报道